龙年马上到了 万表流行丽 祝大家青龙得位 十谋九成 身体健康 何家吉祥 万表流行丽 天书接地戏 新年了 聊点跟新年有关的内容 我很少追剧 但是繁华有力证明 中国的影视作品 绝对是世界级的 中华文化需要真正的艺术诠释 才能走向世界 马上到来的贾尘龙年 有很多讲究 其实过去有很多品牌 一直有龙表 比如黑山蜜蜜的057成龙 Jackie Chen龙表 多件是表格结构 手动上线托弗伦机心 金雕的龙 背面有龙的书法 黑山蜜蜜的表 本来就受欢迎 成龙表就更受欢迎 你知道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吗 有不少粉丝找我鉴定 你懂的 黑山蜜蜜还有057-3水晶龙表 追剧让我欣赏主角 但追繁华 除了欣赏还特别喜欢 先说说伯爵41毫米的 Altiplano 至真超薄系列 高级珠宝 藤龙万表 各位看这个表的时候 要带放大镜 在表盘上找AP俩字 安妮塔波赛的缩写 AP是瑞士当下最顶级的法郎大师 伯爵跟AP已经合作了18年了 内田法郎 金雕龙 龙爪 握黑烏波火球 伯爵自制超薄手动上线机心 限量8枚 不过喜欢伯爵的得有点耐心 到货可能比较晚 另外 可惜啊 我给你们挑了一些龙年值得关注又触手可及的龙表 不同价位的龙表 让你一次看个够 汉米尔顿探险系列镂空龙表 Ventura探险系列外表 三角形表壳 玫瑰金PVD涂层金刚表壳 黑色镂空表盘 还有全黑色PVD涂层的金刚表壳 火焰红色的龙眼 与全黑色的镂空龙脸表盘形成鲜明对比 火红色秒针 仿佛聚集的能量即将喷涌而出 留神别烫的啊 机心是Basher动力储备 Niva Chrome材质的摆着油丝 这个我们讲Super Racing的时候提到过啊 Niva Chrome油丝在金属材油丝里已经做到极致了 在防磁抗温度变化和撞击 提升走势精度整方面都已经到位了 难怪有毛宝这么喜欢呢 浪琴 君旗复刻系列 月向万表 龙年生肖特别快 说是特别快啊 但是我发现价格跟军旗普通管一样 38.5毫米表壳 复刻五年代军旗风格 浪琴邀请中国艺术家林子南 在星象概念和甲骨文龙的基础上 创造出龙字图腾 经过艺术家的创作 龙的造型一反传统的形质 更新颖更具有现代感更时尚啊 关于这款表盘的颜色啊 龙云红 红色表盘 跟其他几个品牌一起 开启了红色的流行 金色刻度和指针又增加了古罗马的地域 L8995自动散烈机心 贵优斯抗色 而且长期保持等时性 动力储存长达72小时 周末无忧 君旗本色 攀通色流行 浪琴君旗龙 中西文化交融 IWC万国表限量发行1000枚 农历龙年限量版 葡萄牙系列及时万表 伯根蒂红表盘搭配藤龙摆驼 41毫米金刚表格 镀金指针与石标 透过蓝宝石镜片 能清晰地看到藤龙造型摆驼 这款表小表盘采用垂直布局 刻度精确到四分之一秒 红火开年为灵感 象征受福与急躁 自制的6935机芯 有经典的柱轮 精准手感好 藤龙造型度尽摆驼 背后刻着2024Year of the Dragon字样 柱轮几十机芯 摆驼上的金龙 伯根蒂红 肖邦石惠生肖万表 金龙宪锐 石惠原自我国的大漆工艺 金鱼以降龙 盘踞在黑色底漆的表盘上 什么叫漆黑啊 这就是漆黑 深邃而神秘 黑漆点缀金粉鱼 珍珠贝母威力 灰映龙身 LUC9617自动上量机芯 22K金V型偏心摆脱 竹鱼带刚刚好啊 传统大漆 石惠工艺 机芯打磨又很高级 宝鱼 保鸡 经典系列7145龙年生肖万表 限量发售8枚 大明火法郎 玫瑰金表格和金雕的祥云和金龙 压签在表盘上 老牌宝鸡啊 金胎法郎 金雕祥龙 在这个价位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 雅典表 全新BLAST 驼飞轮金龙表 龙是5N玫瑰金手工雕刻 盘旋于中央楼空X框架四周 仿佛从机芯内部腾越而出 珍珠放在飞行驼飞轮框架上 被金龙的五爪环绕 龟材自秦仲轮 秦仲叉和摆着优斯 表格是玫瑰金和泰的 金龙系珠是我国传统文师题材 而BLAST 是鸭点表 大胆颠覆制表传动和设计巧思 这种结合很原创 机家翻转系列法郎万表 龙年特别款 马球比赛中保护万表的背板 现在成了艺术家的画布 法郎和金雕创作的香龙 这款表不是金雕作为填法郎 而是在法郎上雕刻 再欠进金雕的香鱼和龙 这笔金雕要难很多了 跟正面的法郎表盘立体资金和呼应 卡迪亚龙表 1920年代装饰艺术风格盛行之际 卡迪亚就有多件使用龙元素的珠宝 珍贵器物更是卡迪亚典堂中的亮眼藏品 展现了中国文化与卡迪亚风格美学的和谐交融 这场历久明星的风格对话延续至今 卡迪亚大师工艺系列龙装饰高级珠宝万表 因为百年一遇 所以以往不出龙表的罗杰杜比也出了龙表了 龙年生肖表不新鲜 无非是两派 一派是古典派 构图和公寓都很传统 一派是自由派 这款罗杰杜比做足了功课 把中西文化完美融合 为了确保限量二出国 所以定家是 表现手法还挺现代 明明是抽象的平面造型 生生做成了立体空间龙 二龙系珠 这里的珠是珍珠陀 这表里其实有两条罗 从表盘贯通的表背 所以是立体空间罗 飞行驼飞轮 珍珠陀又是很牛的复杂功能 还有更牛的呢 将士单顿阁楼工匠 降龙灰阶法郎高级珠博万表 表盘上的特种珍惜工艺 灰阶法郎显然是被低估了 灰阶法郎Grisai 是法郎七大工艺之一 与降气满满的 掐丝法郎Claussonet不同 灰阶法郎透着一股艺术气息 通俗的讲叫法郎素描奥 最早出现在16世纪 通过明暗对比手法 画出独特的层次感 这一记忆如今 早已十分罕见了 法郎彩绘大师 在透明法郎层中 加入少许的绿色调 涂在白柚画的神龙之上 更具神秘色彩 然后再用白柚描绘 入微细节 并逐层入炉烧制 进一步凸显出作品的层次美感 这件作品还首次 把灰阶法郎 与珠宝镶嵌记忆结构 白金表格 146颗长阶梯形切割钻石 表冠一颗倒置相见的明亮式切割钻石 真扣16颗长阶梯形切割的钻石 被低估的灰度柜灰阶法郎 稀有而耐久 配上降龙就更是世界级的了 1120机芯超薄 仍然把印记做工高级 四个旗 蛟龙月影 机械机芯 不锈钢表刻 硅胶表袋 反正假成龙年 六十年一月 看自己的偏好吧 柳老师如果不用万表 那还有什么时候是能够直排的传达龙的神韵呢 有倒是有 不过很挑人挑穿搭气质的 凡克亚宝 Lucky Animals系列 龙雄真 黄黑金 红玉髓 高马脑 每个成龙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 或许三个 那么繁花的宝总和女主 看看有没有适合她们 伯爵有两款38毫米的 Otiplano制真超薄系列生销万表 表盘之上 盘踞着优雅布局的蓝色巨龙 或红粉橙三色的斑蓝彩凤 天空是贝姆雕刻 龙凤是其他自放了 每款限量38毫 黑山灭了5701 Phoenix and Dragon Jackie Chen 成龙龙凤表 凤凰神鸟通常被称为秒钟之王 凤凰之躯象征了人类的五种美德 分别是仁义理智信 凤凰也是皇后的象征 凤凰和龙都位列四大神兽之中 因此人们认为看到了凤凰和龙在一起 象征了极大的幸运 这款表 龙窩凤都是三恩玫瑰金雕刻 手动屠夫人机心 能力有限 时间有限 就先这么多了 你怎么想弹幕或者评论区给发过来 另外 龙年马上到了 万表流行力 祝大家 青龙得位 十谋九成 身体健康 何家吉祥 黑山灭了成龙 宝吉人还有玛丽龙 佩娜还有史太龙 布加蒂还有威龙 别着急啊 希望我们在龙年能够都拿过来跟大家聊一聊 好 好 好